字幕志愿者 李嘉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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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家长同学 大家好 今天是2月28日 我是欢喜场校长 今天早上我们的特首李嘉昌先生 就正式宣布了 由明天开始3月1日 就会是取消这个口罩令 简单说 无论在室内或者室外的公众场所 都不一定需要配戴口罩 即是你不配戴口罩 就不是犯法的 而据我最新到这一刻所知道 其实这件事都会是适用在学校的 所以我相信家长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都可能会有些问题想知道 第一天第一件事就是 明天我的子女应不应该戴口罩上学呢 这个就是你个人的选择 即是说明天学生戴口罩 或者不戴口罩 都是可以的 当然明天开始就不需要再做快测 每天的快测 我们也不会去检查同学快测的记录 当然大家明天随着口罩令取消了之后 大家到时可能因应自己的情况 譬如我今天都有跟个别的学生去谈一下 我说明天你会不会戴口罩呢 如果口罩令取消了 那有些同学说 我明天一定会回来脱口罩了 又或者可能有一些中六的同学 校长我还有两天上学呢 我终于可以脱下口罩 可能趁我最后星期四放学的时候 可以跟老师或者同学 一起脱下口罩去拍照 有一个留念 那对于有一些同学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那当然我也有问过一些同学呢 他说我不会了 我应该会继续戴着先 那原因呢就是 因为我家里都有老人家 我自己都想保护家里的老人家 那我想呢每一个同学呢 都有自己的原因 明天会选择去戴口罩或者不戴口罩 不过呢就 校长在这里说一样东西呢 就是我自己感到很开心呢 这个最后一个的防疫的措施呢 是将会在明天取消呢 是证明了呢 香港呢 是会步入全面伏偿的阶段 那就过去呢 其实这段时间我也有些困难呢 就是当我戴着口罩 同学呢 我戴着口罩的时候呢 有时候都不太看到同学的表情 又或者呢 我试过呢 教同学几个英文字 那样 但是因为呢 他看不到我的口呢 所以他一直都发不到那个音 因为大家都知道呢 其实要学到好的发音 讲话要清楚呢 除了是靠耳朵听之外呢 也都要靠眼睛去看的哦 所以呢 随着口罩令逐步去 就是明天取消了 可能呢 我们都一步一步 大家可以呢 以一个真面目 去互相去接触 去交流的时候呢 这个呢 对于同学的学习 对于同学的个人发展呢 其实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那当然呢 和其他世界的地方一样呢 一个这么长的戴口罩的一个习惯呢 要在短时间之内去改变呢 不是个个人都适应得到的哦 所以呢 所以呢 校长都会很明白 很体谅到呢 有些同学 明天就已经很自由地去除了口罩 很舒服地生活 有些同学就觉得 嗯 我仍然都觉得呢 我想戴着口罩多一段时间 给自己慢慢去适应 也都去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啊 各样的情况呢 其实我自己都觉得是非常之正常 那呢 无论怎样都好呢 我们来着的各样的活动呢 我们各样外出的活动呢 其实同学都可以呢 有更大的弹性 那我相信和世界各地其他 已经有都几长时间 已经是解除了口罩令的地方呢 他们都没有说大规模去爆发 又或者呢 会引致到一些很严重的医疗的情况啊 那我相信呢 但是香港呢 都跟他们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走向伏常啦 那就 另一样东西呢 就是 我们来着礼拜五呢 就会是有一个的考试 那大家都知道的啦 由礼拜五开始呢 到下个礼拜五 总会有六日啦 那校长在这里呢 都希望大家 这几天的时间 都把握你的机会啦 好好去温习啦 有些什么的问题的时候呢 都主动去 去向老师提出啦 那校长在这里呢 都祝各位呢 是今次的考试呢 是拿到自己满意的成绩 有同学告诉我 校长我很急不够在 我想快点考试 因为呢 这段时间我自己 真的很有 很用心 很想从考试里面 看到自己的努力 那校长在这里呢 都鼓励所有同学 继续努力 那当然啦 考试有时都会有一些压力的喔 都会觉得自己会很辛苦的喔 那校长也希望大家呢 努力之联余呢 也都不要给自己过度大的压力 尽了努力呢 其实就已经足够了啦 那就 那今天的校长的话呢 我最主要就是说回 由明天开始 那个口罩令呢 就是说必需要戴口罩回来学校呢 已经是不再需要的了 另外呢 也都不需要再做那个快策啦 再加上呢 星期五开始呢 也是我们的考试啦 下总共有六日 那就 我想今天的信息呢 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早送你 再次 再次 我 再次 我 你 那 一下 我